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影片之作不易 希望你看完这部影片可以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开箱的这颗是来自Noda的Turbi M.2 SSD外接盒 它的定价是1790 不过目前有优惠1390的早鸟优惠 是到12月中 整个开箱的过程 整个包装的重量大约是157.7公克 很像工业的包装,包装就很简单 里面有保固登入卡还有说明书 说明书这个内容对于目前的各位来讲 真的是太简单了 我们就不细看 配件有两条传输线 一条是USB-C2C的 另外一条是USB-A2C的 令我蛮意外的是这两条线的质感还蛮不错的 上次线头的地方也是金属壳的 两条线的长度大概都是50公分左右 线头上面都是完全没有logo的无印样式 配件还有一把螺丝起子 导热贴片 纸滑圈 螺丝等等 实测Turbi的本身重量大概是70.3公克 看来跟包装上标示的60公克有不小差距 实际装上SSD和导热贴片后 最终重量是79.6公克 相较于常见的M.2 SSD外接盒是没有风扇的 Turbi内建的一颗小风扇可以帮助SSD和转接板散热 虽然目前市面上USB10G转M.2 PCIe外接合 通常不需要风扇也不会让SSD过热而降速 但是Turbi内建的风扇虽然不会让SSD的速度加倍 但对于SSD的温度来说是有降低的 这个我们后面有实际测试长时间使用下的温度 这对在乎SSD温度和寿命的人来说 的确在心理上降低了很大的负担 至少我就是蛮吃这一套的 有风扇的设计 之后可能比较容易累积灰尘 但是我现在用一个月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即便有我觉得也不太需要担心 反正这个Turbi它的拆装是很方便的 而且即便要轻99半年一年才清一次 其实也不太会麻烦啦 搞不好换SSD的次数都比这个还多呢 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 我觉得有风扇难免就会有噪音 所以开箱完我还没有装上SSD 我就先插上电脑听听看风扇的声音会多大 那平常放在桌上的时候只会有一点的声音 稍微离远一点大概就听不到了 不过这个声音呢 它大概是比iMac最安静的时候还要再吵一点 但是iMac如果它的风扇转到最强的时候 还是比这个Turbi的风扇还要再大声的 除非你是把这个外接盒放在耳朵旁边 当然你会听到风声还有风扇的声音啦 而且你还会感觉到徐徐的微风 如果温度在45摄氏度以下 风扇会以3000RPM在运作 如果高于45度 它就会用5500RPM来运作 不过5500RPM的噪音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据我现在所知 Mac里面应该是没有软体 可以去读到外接的SSD的外接盒 它里面这个温度感应器到底几度 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跟软体 然后加上我们后面讲到的测到40度45度 讲的都是测试外壳 而它这个温度的45度这个界线的测量 是在主板上面的温度感应器 所以我可以确定我听过3000RPM的声音 但是5500的我就不确定 但是就我听起来目前的感觉是都没有很大声 那有可能就是它散热不错 所以它都一直在45度以下 就没有跑到5500RPM那边 而震动方面也不会特别感受到风扇的震动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噪音跟震动这两点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外壳是整块的CNC 所以里外做工都还不错 除了底部呢 其他五面敲起来的声音都蛮扎实的 还蛮好听的 雾面的表面处理也不会太粗 但是刚刚好 在出感上是不错 外观造型上也有做到很好的对称 不过整体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动感的感觉 就感觉有点厚实 但如果你说它是低调内敛 我觉得也真的有做到这种低调务实的感觉 那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本身就真的比较厚 大约是15.1mm 不过因为要放下风扇 所以基本上就真的没办法变薄 它有一定的厚度 这个也是必然的 第二个就是因为 其实也是因为它的优点 Turban它不宽 它的宽度大概才32mm 只比2280的SSD宽一公分而已 所以换个角度想 你就会觉得它的剖面是蛮接近方形的 顺便补充一下 它的长度大约是100.4mm 第三个就是因为它的颜色 它目前就只有铁灰色而已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既熟悉又陌生 直到我拿了惯用的螺丝起子 要来安装的时候 哦对啦 它的颜色就很像米家的螺丝工具组 那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看起来是比较沉稳 也蛮耐脏的 但是放在Turban就会觉得 它加重了它的浑厚感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SSD 它可以做一些比较亮的颜色 我觉得会比较好 第四个就是 它在顶面的周围都是导圆角 不过还好 它不是导那种尺寸刚刚好的R角 不然我会觉得 这个看起来又更臃肿 它导的是尺寸更大的R角 所以上下还是可以摸得到一点线条感 但我想象中 如果它是用完全的导角 可能看起来会更好一些 那平衡一点来说 如果Turban的设计 是想要呈现低调务实 那我觉得它的确有做到 也做得不错 只是比较不对我个人的审美 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就要看各位 你个人觉得怎么样了 不是我说的算 那除此之外 在机构上 我觉得它有一些巧思 像是为了方便打开底盖 更换SSD 底盖有做一个凸起在它的边缘 让你会比较好打开底盖 不然贴散热贴片的时候 它其实黏着SSD 是真的很黏的 这种SSD都会非常非常黏 那你到时候要开就会很难开 不过又补充一下 我觉得这个凸起 如果既然都做了 上面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个凹槽呢 这样指甲或是工具要开的时候 会比较好实力 拆装起来会更加顺手 还有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的 就是无印的设计 就是完全没有logo 没有model 没有SN续号 看着就是舒服 真的它每一面 六面都没有任何文字 什么USB这些都没有去标 如果你也喜欢无印设计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不过里面也都完全没有贴纸 或是续号标示 我就不太理解 原厂是怎么去判断 出厂日期和保固的 所以我很好奇 我后来问了客服 他们怎么去判断这件事 他们说只要客户可以提供 网购平台上面的购买资料 或是发票 他们就可以去认这个保固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贴心 蛮方便的 另外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金属壳是有脚垫的设计 那像这样没有脚垫的金属壳 我通常就会自己 找手上有的止滑垫来贴 不过呢 Turban它本身是有附 红色的止滑垫 让你可以绑在SSD外面 这样就可以达到 四面都有止滑的效果 不过我想为什么它不附两个呢 如果附两个 这次搭配安装的是 实权科技的MP33-500GB 这条SSD我们之前也在桌机上测试过 读写可以达到1500Mbps到2000Mbps的实力 所以以USB3.2 Gen2实距的外接盒来说 这条MP33SSD 是不会造成速度的瓶颈 接着我们就来看拆装的步骤 首先拆掉底部的四颗螺丝 螺丝这边有小细节 它的螺丝上面是有CD纹的螺丝 拆下四颗螺丝后 从旁边的凸起当实力点 然后把底盖打开 就可以看到转接板其实非常小一片 在一旁边的就是风扇 装上准备好的M.2 2280固态硬碟 然后贴上导热铁片 这边有发现Termine随附的导热铁片厚度 对于这片SSD来讲太薄了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换成 手上其他厚度1mm的导热铁片 才让外壳跟SSD有比较好的接触 所以这点也是大家在安装这一类 M.2 SSD外接盒的时候要注意的 因为市面上目前所有的SSD厚薄的不一 那外接盒厂商也很难做到说 把每条SSD都拿回来测试 然后给个数据告诉你应该要贴多厚的 那如果导热铁片太薄 就会让上下是没有接触好 那导热铁片这个时候 就会变成散热的阻碍 反之如果导热铁片太厚 然后你又硬压回去 就很容易会造成SSD的变形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麻烦 可能你会操作不好的话 我诚心建议你就不要担心这么多 买现成套装了就好了 以AZIA来测速 档案大小4GB 写入速度大约是850MB 读取速度大约是950MB 而在Blackmagic当中 测试档案为5GB 写入速度大约在880MB 读取速度大约在930MB 算是USB 3.2 Gen2 10GB的正常发挥了 除了平常搭配笔电桌机 刚好最近也在开一张华硕的ZenFone 7 实际接上去后也是可以正常识别跟使用的 Noda Turbine采用的是 Jmicron JMS583的晶片 这颗晶片主要的作用就是把USB转成PCIe Gen3 by 2 Turbine的板子非常小 只占了一半的空间 剩下的另外一半则是风扇模索的位置 而风扇的电源线我原本想说 它应该是用connector的方式 然后连接在主板上面 然后我可以做一个有风扇跟没有风扇的比较测试 不过后来拆开发现它是焊死在主机板上面的 所以哪天如果我闲闲没事 手键的时候我再来用烙铁把它处理一下 看看可以把这个有风扇跟没风扇的版本比较出来 看看到底有没有差 环境温度大约是25度 Turbine未过电之前也差不多是这个温度 连接上电脑后马上就开始跑测试 以AZIA来测速 档案大小是16GB 然后让它跑连续不间断的读写 然后这样跑30分钟 一开始温度大概在32度左右 后来它慢慢陆续就升到42、43度左右 不过差不多到这里它就不会再往上了 相较其他 散热做工做的比较好的USB、SSD、外接盒 不过是没有风扇的话 通常温度在45到50度之间 所以Turbine有风扇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温度不比别人高 速度当然更不可能因为过热而变慢 在这样连续读写半小时后 写读速度仍维持在850MB和950MB左右 我觉得风扇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啦 那如果不幸坏掉的话 还在一年保固就联系原厂吧 按照官方的说法 这颗风扇的寿命是3万小时 那这样算起来相当于24x7的 让它跑个三年半 即便风扇坏掉 或是你手残把那个风扇 把它线弄断了 我觉得也没关系 反正它外接盒本身的功能是没有改变的嘛 还是可以用啊 而且以我的经验 像Tribbine这种可做的比较好的SSD外接盒 就算没有风扇 那它的速度其实还是可以维持在一样的状况 只是温度就会比较高 就会跟一般没有风扇的SSD是一样的 选购建议部分 我先讲一下自己的生态 因为我是Thunderbolt和USB3.2 Gen2 10G为主 所以其实我不太会需要考虑速度搭不搭配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大多数的人 你可能现在手上不见得有最新的电脑 可能你的手上电脑还是USB3.2 Gen1 5G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买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买SATA外接SSD 一整套下来其实也没便宜多少吧 好像便宜个五百一千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以后速度上再用的时候 就会差个一倍到1.8倍吧 那我认为在TB4和USB4普及之前 USB3.2 Gen2 10G还是最主流的规格 Tribbine的价格是1390 比一般没有风扇的SSD外接盒还贵了一些 但应该是我目前看过几个有牌子 而且是有做风扇设计的外接盒里面 是最便宜的了 那你可以到Noda的官网PC用24小时 还有Noda的虾皮商城可以买到 不过你在市面上应该是找不到 因为他们没有在实体通路有卖 SSD的选购方面 我就建议不用特别买那种3000Mb以上的顶级SSD 反正你放外接盒它也跑不到那么高 所以选个1000Mb、1500Mb以上的 差不多这样就够了 所以像这次搭配的实权MP33 虽然它不是3000Mb俱乐部的SSD 但是价格又是秀短袜 而容量方面因为我是测试用途 所以只拿了512GB的SSD 建议大家买1TB或2TB的会比较划算 而且现在的SSD价格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 总结来说 有这样的风扇真的蛮不赖的 虽然风扇不会让你SSD的速度变更快 但是有风扇的确让SSD和外接盒的温度都下降了一些 对于长时间挂着使用 像是当做外接作业系统或是挂着减速采用 那理论上温度低一点对SSD的寿命都是有帮助的 至少心理上我是非常认同的 而且这个风扇的噪音也不大 旁边如果你是开个冷气或电风扇 随便都比这个还要吵很多了 如果你平常也听不到iMac风扇最低转速1200RPM的声音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你也不会察觉到这颗SSD的风扇声了 像我现在手上有十莱克外接SSD 我就更愿意将Turbide作为外接作业系统的SSD外接盒 对于长期使用我是比较安心的 而Noda本身也有Thunderbolt 3的产品 像是我之前开箱过的Noda Halo Thunderbolt 3 Dock 我比较期待它们之后可以推出具备风扇的Thunderbolt 3 SSD外接盒 因为Thunderbolt的SSD速度更快 温度更高 它配上好的外壳设计和风道设计 在Thunderbolt应该更可以体现出风扇的优势 今天这一集介绍就到这里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